中国的各位大家同校同学们晚上好 晚上几下我们接着学习澳洲妙法的文档 6月28日 这是目前最近的最新的一个文档 学完了 也就是说最近最新的我们都学完了 后面再做按照 因为后面那个就是逻辑学 逻辑学还要讲一遍 带着班尼所给的智慧 逻辑就是因缘国的智慧 带着这种智慧再学习一遍 然后呢就再学 再接着学习澳洲妙法就好了 好我们接着来 今天的文档提有三个主要的中心论题 第一个是时刻看看自己在做什么 时刻看看自己在做什么 就能避免自己的胡思乱想啊 或者是做不应该做的事啊 第二 学习一做事是两码事 学习是学习 做事是做事 工作是工作 就是学习 读书是学习成绩好 不一定代表你这个会做事啊 再一个妄想烦恼的破坏性 妄想烦恼的破坏性 我们时刻要知道 好里面几个要点 记住不要贪明 不要贪力 现在真正的要自己实实实在的 杂杂实实的功夫 也就是说你做什么 什么行 那个时候你可以要去哪 就去哪儿 因为你这个时候是自在 因为你什么急不公都有了 你什么事都会做 就天下 任你行 人贵由自知之明 如果连自知之明都没有 那叫下贱人 那不叫有贵气 人贵由自知之明 我记得这个讲过多次啊 也就是说没有自知之明 那就是下贱人 就不是高贵人 真正的高人 他不会有前面失落的状态 这些都是烦恼项 而且是不理智的 逻辑关系要绝对理智的 要排理排得清楚的 人家要你干什么 要你做事的呀 因为你要去工作 要你做事的 最低最低限度 你要会为人处事 你要知情失去呀 人家交代的事 你都能做好 那就行了 如果这三点 你都赚不上 那你说人家 用你干什么 人家用你 搞情绪啊 什么叫搞情绪啊 换句话说 什么叫搞情绪 搞烦恼啊 搞那些没用的事啊 情绪就是指我们的 贪人之漫移 这些烦恼啊 烦恼都是我们的情绪 如果不忍 不忍 不把这个失落的事给忍掉 把它丢掉 把它放在心里 做一辈子的借鉴 就少了很多失落的这种痛苦 就是那个失落的事 假如我们不把它丢掉 一般的我们不愿意 回忆这些不好的事 失落的事 是吧 现在假如不把它丢掉 就把它放在心里 经常能想起这个事 作为我们自己一辈子的借鉴 就是作为我们的一种教训吧 就少了很多失落的这种痛苦啊 因为你想起以前那个失落的事 你再也不敢去过多的深入这种失落 就会避免就会少很多的失落的这种痛苦 也就是说很多不好的事 我们不一定就说要把它给丢掉 丢弃 有时候作为一种借鉴 作为一种警示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 就前车之车 后车之鉴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后事之师 就是前面的事你不忘记了 那就是后事之师了 这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 都非常的有智慧 在学界里你是学霸 你是天下第一 没有 那个是你读书背书考试 现在是工作 工作不是读书 你是实实在在 把这个事要做好 因为这是对一个将要 马上参加实习 参加实习的 准备工作的 就在工作中去实习的同学说的 记忆老实一点 千万不要让烦恼 把自己拐走就行了 是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好 谢谢静师傅的提示 老实一点 千万不要烦恼 把自己给拐走就行了 因为人不老实的时候 也就说 你就往往随着烦恼跑了 就自然就不老实了 好 我们接着看 通常来讲 如果他在逻辑思维上 找不到空隙 就没有办法推翻你 那么这个次序 都是要有相应的智慧 才能真正的发挥好逻辑 以你的所有论据去证明 无论是正论 还是反正 都要证明你这个结果 他就是颠簸不破 正论反正 也叫正论和博论 也叫博论 正论也叫利论 利论的博论 一个叫正论和反正 名词怎么叫 关系不大 关键是 关键是 这个意理不能忘了 这个意理是不能忘记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 好我们接着来 尤其讲言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发挥好 那就口语化了 我一向鼓励大家 论文口语化 它不仅仅涉及到 你讲言的时候是这样的 日常生活中 或者工作当中 你都可以把自己提高到 最高档次的说话能力上 记住 不要贪明 不要贪力 现在真正的要自己实实在在 杂杂实实的工夫 也就是说你做什么 什么行 做什么 什么行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要去哪 就去哪 也就是说你的工作 是自在 因为那个全世界的公司 他都 他都要你 因为你是个有用的人 如果你做什么都不行 你就连个头发都搞不整齐 记住 你自己行 就是行 不行 就是不行 这个不是能够混得过去的 在这种状态下 有一个地方 能让自己去练书 就可以了 还什么世界最大 你野心 还不小 不可以把自己看得有多高 不可以把自己看高了 这个拜尼真真的是无上的智慧 以及慈悲 我们往往把自己看多高 我有一次填表格 把自己看高了 把那个学历 我本来是实实在的填 拜尼说 最好要填低一点 填低一点的 因为别人假如你说你是本科 好 别人考你本科的东西 结果你考不来 是吧 我那本科是在网上寒塑的 是寒塑的 那就不好 我本来说 填低一点 就填个专科 没问题 那样就好一些 你低一点 低一点的 就别人考考你 你就差一点 他有个将就 如果说你还能高一点 他还认为你不错 水平不错呀 所以把自己放第一点 无论是实践上 真的 就是理论上 心理上 还是填表格的时候 争取不要把 不要把自己看得多高 不要认为自己多高 因为爬得越高 看得越高 摔得越重 实际你不但是不高 甚至你连一个最低最低的水平都没有 比如说 会计师事务所 人家那些个固有的会计 层次都比你低 都比你低 你是管理层的 你比哪个强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你强 因为他们都是工作人员 你这个还刚刚开始准备实习 准备实习 还没工作过呢 记住人贵有自知之明 如果连自知之明都没有 那叫下见人 那不叫有贵气 那你说 你还跟着烦恼爬 还是有什么失落 是吧 还有什么失落 失落感呢 大家有没有呢 失落感 有没有 也许你们没有啊 我有 我有啊 有时候人真的在事情都做完的时候 就有这种失落感呢 咦 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老实 真的希望大家学习法要老实一点 失落感 是啊 怎么最近也没人请教呢 也没问问题呢 都学好了呀 都懂了呀 偶尔有个人来问问题 哎呀 我 我高兴 就很高兴了 高兴死了 要老实啊 各位 学习老实 这些妙法都是直直我们这些烦恼心态呀 如果众生没有这么的烦恼 甚至是就不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苦口婆心的教诲呀 这一点大家清晰的知道 我们甚至烦恼 比这位同学还要重很多呀 他烦恼还比较轻呢 班里说 他烦恼是比较轻的呀 所以班里敢说 一般人真不敢说 说这些话 一般人真不敢说的 西方人 有一点你要搞清楚 人家那样说 就说你好话 哎呀 说你不错 是他们会说话 因为他们 他们呢 常说善话 你不善 你不好 他也说善话 西方人说话 他们都会说好 你好 你就不好 他都能勉强说出个好来 因为他们会说善话 他们愿意说这个善话呀 那你要听他话 善了 那就善了 千万千万记住 你们就是第一 自己是什么 不知道 不了解自己 甚至自己高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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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能力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那两根毛 该怎么摆 他都不知道 完了 他总认为我挺高 我可以的 我跟你讲 那不叫高贵的人 那叫下贱的人 比如说真正的高人 他不会有前面失落的状态 这些都是烦恼项 就失落 失落都是烦恼项 而且是不理智的 逻辑关系 要绝对理智的 要排理 排得清清楚楚 什么是逻辑 逻辑就是因缘国的智慧 就是正确的思维 也就是绝对理智 逻辑关系 要绝对理智的 要排理 排得清清楚楚 我敢说 你不说世界顶级大公司 你就中等公司 都没人要你 至少 如果我是那个老板 我真不要你 因为人家要你干什么呢 要你做事的呀 最低最低限度 你要会为人处事 你要知情思趣 这个为人处事 知情思趣 这都是很大的话题 很广的话题 我们只有发愿 只有去顺练 为人处事 人家教的事 你都能做 你都能做好 那就行了 如果说这三点 你都站不上 那你说人家用你干什么 人家用你搞情绪 那三件事 第一要会为人处事 第二要知情思趣 第三人家教的事 你都能做好 公司 老板教的事 你都要做好 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 只能说我们听着 他要说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听着 完了 我们清静理智的去分析 怎么样决策 对自己 对他都有利 就行了 如果光听人家说 那就麻烦大了 不能光听别说 我们要清静理智的去分析 怎么样决策 怎么样的决策 怎么样的决定 对自己 对他都有利 那就好 再一个 像你这个水平 刚开始接触这个社会 身份越低越好 身份越低越好 记住 人家把你放得越高 当然你高了 同时 你要是没有做好 失败 也会是彻底失败 有句话叫什么说呢 就期待 期望越高 期望越高啊 有时候就失望 怎么样啊 失望越多呀 因为你没做好 他失望越多 最后就把你给否定了 你就彻底失败了 你就彻底失败了 所以别人把你位置 放得很高 看得很高 好不好啊 各位 对于那个被放高的人 对于你来说 说失望 你没有真功的 那很可怜的 你甩得很喘 你假如失败了 会败得很惨 会败得很惨 很惨的 因为别人对你的期望值 很高的呀 但是你达不到 所以别人最后 就对你彻底失望 别人对你彻底失望的时候 也就是你彻底失败了 也就是你彻底失败了呀 这些话真的都是自离名言的 都是自离名言 不知道大家感受到多少 感受到多少呢 什么叫幼稚之之民呢 比如说我知道 我肩上有多少力气 我只能挑五十斤东西 这个时候非要去挑五百斤 行吗 五百斤大呀 老大了呀 老大了就很大了 北方人常说老大了 就很大了 老好了 老好了 老大了 老啊 那个老就好 完了 你硬在那儿 挑不了 人家那个老板过来 不一脚就给你踢飞了 你挑不起来 你来挑什么呢 你自己有几下子 你自己不知道啊 自己几斤几凉 不知道啊 某个也是一样的 就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因为人家学的是你能做事 能做事 不是让你去夸夸其谈 不是让你去说 你考试考了第一名 你说你失落多少天 那不是自己在那儿发神经 自己痛苦 不但没有一点益处 自己痛苦了几天 完了 还是错 这痛苦 对的很好 是吧 最后错 完全是没必要搞情绪 搞痛苦的 好在说出来 就把这个忍了 错了 不可以忍 不可以把这个失落 还给忍掉啊 如果不忍 就这件事 这件失落事 不忍掉 把它放在心里 做一辈子的借鉴 就少了很多失落的 这种痛苦 它就是一面镜子 你常常照一照 就不敢再犯类似的错误啊 就不敢再去 沉浸在失落感当中啊 因为你已经痛苦一次了 已经痛苦过了 现在也不会再痛苦了 不能丢了 放在心里 让它作为一个平衡的支撑点 让自己永远不去犯这种傻 什么叫犯傻呀 什么叫犯傻 就是失落呀 有失落感 在那里啊 一心沉浸在失落的感觉里 那就叫犯傻 同时呢 你不能说我过去失落了 我知道错了 把它丢了 不丢 不能丢了 放在心里 把它记住 让它作为一个平衡的支撑点 也就是说等你下一次 你再来搞失落的时候 跟着失落感走的时候 它就是你平衡的支撑点 就想想过去的失落的痛苦吧 看一看过去 想一想过去失落 给自己带来的种种障碍吧 你就不敢去失落 所以它就成为你一个平衡的支撑点 你就能让自己心里是平衡的 是吧 而不会落下去的 记住 一定要时刻有自知之明 你有多少强项 有多少弱项 你知不知道 弱项能不能往高了提一点 强项能不能变成多方面的强项呢 就是方方面面都强 点点滴滴都强 再一个 你要是做事特别快 那行 我跟你讲 你那个考试多少分 只能证明你过去在读书状态下多少分 跟你能不能工作 一点关系都没有 工作就是做事 工作就是做事 那个不是学习 工作的时候不是学习呀 因为老板要付给你工资 你要为他做事 为他工作 要不然别人付工资 你干什么呢 所以说有好的东西 你不能把这个能影响你的东西 放在你的学业上 事业上 什么叫能影响你的东西呀 各位能影响你的东西是什么在这里 在说失落 那个失落就包含着许多的贪嗔痴慢疑 也就是说能影响你的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呀 就是这些情绪 就是这些烦恼 就是这些不好的能量 也叫负能量吧 负能量也好 你说情绪也好 都好 都是对的 我觉得土著很有礼貌 并且很单纯的那种笑 再一个 他们不捏 不捏换 实际人家有很多优点 再一个 他有很多福报 就像这个土著 英国人当初来的时候 把土著 包括现在澳大利亚人 对土著人也很尊重 他们有很多的特权 他们有很多的特权 对他们很优待 就这两点来讲 你都不如人家 不捏 第一不捏 第二有很多福报 我跟你讲 自身没有能力 得到的好 对你是有害的 一定要把自身的能力建立起来 一定要把自身能力建立起来 现在比如说大家 你怎么样治理个国家 你都不懂 我现在让你 我现在去给你个权利 给你个权利 让你做 去做神位书记 去管理一个神 你能管理得住吗 能不能管理得住 就这个时候 给你一个神位书记也好 给你一个神长也好 给你 但是你能力不够 能力没跟上 那是害了你 对你是有害 因为你自身没有这个能力 你根本做不好 做不好 就会害己 害社会 害人民 害众生 一定要建立起来 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 这个能力要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的能力 首先是逻辑思维能力 什么叫逻辑思维能力 就是我们的正智慧 正智慧 因缘国的智慧 正智慧都叫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你有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 你就能精准的知道 知情失去 就是一种智慧 一种强大的智慧 你就能精准的知情失去 你懂不懂 什么叫知情失去 察言观设吗 你去工作了 对上级也好 对下级也好 看门的也好 你就成天趴在人家脸上 看人家 察言观设呀 我来察言观设呀 知情失去跟察言观设是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的 就一定趴人家脸上去 要不然不能察言观设呀 这里说到知情失去 我相当以前在元旗法里讲的不是这个词 不叫知情失去 那个词现在有点忘了 就是比如说你去买菜的 本地他这讲啊 有一个朵子 就是那个朵呀 有个朵在里面 是什么 就是权衡利弊那个朵 是那个词我忘了 在元旗法里 元旗法里 大家还记得吗 就最开始讲的 这个时就讲了 比如说你要到菜场去买菜 你要考虑好啊 我有多少钱呢 我家里几个人呢 我是买皮的菜还是买贵的菜呀 那叫什么 大家还记得那个词不 就跟知情失去差不多 对对 叫审时夺势啊 是的 那个是讲的叫审时夺势 现在讲的叫知情失去 基本差不多 说实话审时夺势 那个有点政治术语 有点政治 有点很正规 这个知情失去 我认为更普遍 更广泛的 更普遍 更广泛 你去工作了 对上级也好 对下级也好 看门的也好 这些人都要 不是去趴在脸上看他们的 要去知情失去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是吗 什么叫该做什么 不该做 不该做什么呢 就比如说领导 跟那个客户 该走的时候 就是不要待在那 要万一那个顾客 要给领导送礼 不想让你看到了呢 这个情况既好 后面会反复提到 在国外也好 在国内也好 这个以前我见多了 见多了 把你跟我说 比如说 就这里 领导跟那个客户 该走的时候就走 不要再待在那 有万一的客户 跟领导送礼 是吧 不想让你看到呢 你还要待在那里吗 你见到一个客户 跟领导在那 你还要待在那里不 最好赶快走开 想办法走开 因为你是爱事 妨碍别人的好事 就这样 那叫知情失去 那挺多是一个现象 什么叫知情失去 你要是真正有逻辑关系的人 有逻辑思维的人 他就能知情失去 什么叫逻辑关系 什么叫逻辑思维呢 就是你有智慧 就是你有智慧 你有正思维 你有正思维 你有正确的思维 你的思维正确 你就能知情失去 现在我已经问大家 自私自利的人 他能知情失去吗 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他能知情失去吗 那都不可能的 知情失去 都是要 对整个情况 对别人的情况 要撩如指掌 但是我们在做的 大家看看自己 就比如说 好我是自私自利的人 我能知情失去吗 很难的 往往就钻进自己的业圈里 你怎么知情失去 怎么知情失去 一个社会 一个行贿 这在国内国外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国家西方国家 本来说 他就是口业好一些 他的口业比较善 他不是那么恶 善化比较多 但是他 大家要知道 他们的贪嗔 真慢疑怎么样 不比中国人少 跟中国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他就是善业 那个口业方面的 口业方面 善化比较多 口业比较好 好 现在一个行贿的 一个社会的 这个时候 你在哪看 行贿的 他想 我这个行贿 我是犯法的 那他看到你这个时候 他会不会脑虎 是啊 你还在 他担心他犯法呀 你说他对你会不会 恼火呢 肯定恼火的呀 因为这些事 都是见不得人的事 是吧 只能是那两个人知道啊 不能有第三者知道的事 那受惠的人他想 我现在犯法 但是我现在又要想这个东西 是吧 我是犯法了 但是我心里我贪心不改呀 我痴心不改呀 是吧 我想得到别人给的这个东西 多好呢 完了 这个人就在这儿坐着 那你说 我会喜欢你多少呢 你还在那坐着 还不走 如果你这个人走到哪里 都是让人讨厌的人 那你还怎么生存呢 大家想过没有呢 走到哪里是让人讨厌的人 你怎么生存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都是要做一个 让别人喜欢的人呢 首先你社会关系处理不好 社会关系处理不好 工作关系也处理不好 乃至家庭关系也处理不好 工作关系也处理不好 家庭关系处理不好 搞不好 你死了 就连土地神的关系都处理不好 因为你这个人就是不会处理关系的 是吧 土地神你都要得罪 你都要得罪 你都跟他关系处理不好 那你说飘到虚空里 好 你跟虚空神也处理不好 虚空有虚空神 土地有土地神 是吧 那你就惨了 怎么能处理好呢 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什么 正思维就是逻辑思维 什么叫知情思趣 那就是你要有逻辑思维思想 什么是逻辑 正思维就是逻辑 刚刚我们说了正思维正确的思维 什么叫正思维 就是你这个思维方式是正确的 就是符合安乐 符合成就 我们再说白一点就是符合智慧 符合智慧 符合佛头的智慧 那就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白尼这里说的话很好懂 符合安乐 符合成就 因为对方佛法学的比较少 佛法学的比较少 所以白尼几乎运用都是世间语言 都是世间语言 很少用佛法的专业词汇 这都是我们讲法者 说法者的一个技巧 你不要疯了谁 都要说一大堆 佛法专业术语 搞得别人是云里雾里 你还在那里洋洋得意 那就不好 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 一个受惠的 一个幸惠的 完了加你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 你在场你怎么做呢 怎么样能让自己安乐呀 怎么样让别人安乐呀 这个时候走开 就能让自己安乐 能让别人安乐 如果不走开 别人不安乐 完了你也不安乐 什么话都不说就走开吗 当然也可以 那不是最好的 我见多了官场上 他那些手下 比如说我见到当官的 跟他手下在一起 或者送礼的在一起 我去了 他们很会找理由 我有点事 有人说我去到卫生间 你谈你谈 你们谈你们谈 我去到卫生间 他还能够找一个理由 让自己有台阶下 让你也不尴尬 让你也不尴尬 这个是过去 我在官场上所观察到的 所以学到的一切 那么大家 你们在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这个就真的叫 他们都是官场 以及当官身边的下属 他们真的都叫知情失趣 都是知情失趣 有时候见好就收 就该走就走 该退就退 该进就进 他们都能知进退 都能进退自如 我们能行吗 说实话 百姓真不行的 除非你在官场混了 除非你跟当官的总在一起 要不然这一套 你就学 有时候都很难学会 首先知见要建立 然后要去训练 就会了 这个时候该走开就走开 走开了 你自己就是unload 别人也是unload 如果你不走开 你就在那十七百年的 是吧 十七百年的 就赖在那里 障碍别人的好事 那么别人不安乐 完了 你也不安乐呀 要说成就 也是一样 如果你处处都能知情失趣 你不但不是一个阻碍 甚至是无妨碍 第一 不会妨碍 第二 不会爱 就是不会妨碍 别人对你不会厌恶 甚至他还认为 你这个人很有趣 很懂事 很有趣 很懂事 很可靠 也就是认为你这个人 很知情失趣 他就认为你很有趣 很懂事 很可靠 很聪明 那么他将来就会更好的运用你 甚至把你放在多高的位置 他放心 要不然他不放心呢 要不然他不放心 位置越高 对你的能力 要求越高 是吧 你现在这样一种能力 这样一种智慧 他怎么能放心呢 所以他就不会不敢 把你放在那个比较高的位置 那你不就成就有了 安乐有了 所以说 能符合安乐 成就 什么叫正思维 正就是能符合安乐 成就 就叫正 也可以叫成就 安乐 成就你的事业 都要正 正就是符合安乐 符合成就 而不是符合痛苦 也不是符合失败 如果不正 那就是斜斜那就麻烦了 那叫斜思维 什么叫斜思维呢 刚才他说前面那个闷 那个郁闷的 郁闷失落 那就是斜思维导致的结果 什么叫能引发斜思维呢 傲慢 对方说 傲慢 所有的烦恼 说实话 不一定是傲慢的 引发我们的这些斜思维 贪嗔之慢 都会引发我们的斜思维 是不是呢 也就是他这么一本身都是斜思维 再一个贪 比如说贪 那个是最大的公司 再加上傲慢 完了 人家一那样说就怀疑 我这牢高 牢高 你说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吧 你少意思呀 结果 人家好心 你也一定会 人家不是好东西 完了 满脑子就叫这些东西 就像 就像 五零二教 粘上了 拿不下来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斜思维 为什么会斜思维 因为斜思维 因为他人真慢疑 你就斜思维 所以班里说我们都是黄老邪 比黄老邪还要邪 为什么 因为 你是烦恼众生的 我也是烦恼众生的 你自然而软 就会把自己放到必然失败的脚步上 跟着烦恼跑 跟着斜思维跑 那就一定会把自己放到失败的脚步上 也就是说 你必然走下失败 你必然走下失败 如果有正思维的人 他不但不郁闷 还得谢谢人家 完了 还向他更多请教一下 按照他的意思 我们去做 我们还有什么需要 更好完善的 人家一看 你这个人还是可教化的 不是小木 也就是如此可教也 人家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还有什么什么问题 因为你现在面对是工作 不是学习了 在学界里 你是学报 你是天下第一 没用 没用 那个是你读书 背书考试 现在是工作 现在是面对是工作 工作不是读书 你是实实在在 要把这个事做好 要实实在在把这个事做好 比如说让你摘一棵辣木 你这个辣木都摘死 这几棵辣木树 让你摘几棵辣木树 你把种子放进去 最后都不生芽 就生就发出芽来 辣木都死了行不行 让你去种几棵木瓜 是啊 一年之后就要开花结果呀 一年之后你不但他们要开花结果 甚至辣木树还没长大呢 甚至有的都死了 你说这些事做好了吗 没有做好啊 没有做好 那些事没做好 人家不会要你的呀 人家就不会要你的 首先你要脏脏实实 学会某一点的事 比如说你财务 你真把财务每一道都做得极精通 都能为首属尔 不加思索就能做好 那人力资源你也都能做好 也就是说各个部门 各个部门你都能做好 人力资源呢 财务啊 因为他学的是财务 这个时候你学的那个 那个我跟你讲 那是什么人 就某个最大企业管理者学的 那就叫MNBA 但是他要管理所有部门 你现在一个部门你都不会 不知道 你怎么都不知道 你还管人家 你还管人家呀 什么叫MNBA呀 听说了吗 什么叫MNBA MNBA什么意思呢 全程以前我去看过 叫什么 就是工商什么什么 行政管理吧 你们查一下MNBA呀 这是很有名的 反正在国内好多地方 就是写这个MNBA 就是我在黄梅都看到了 MNBA 就是专门学管理 专门学管理的 好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好吗 学到这里 剩下时间 就有请一师 我带着大家继续学习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支持配合 一起对我莫大的成交 好的 没时间 我拿到像 我来说 带们 来说